大家好,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永也篇 第九节 既是使民子欠为废载,民子欠曰,善为我此言,如有复我者,则务必在坟上以。 既是,据说是鲁国的一个大夫,仲臣与方当政,使我们说过,把东西归正起来,能有秩序,称之为使,管理也衍生为使用。 在这里呢,就是聘请,这个民子欠,民子欠就是一个叫民子欠的人,为就是座,为就是指一个地的名叫废。 那么这个废的地方,宰,宰我们说过就是管理,就是在家里,最早有这个尺度,有这个所谓的家法,或者家里的规定。 那么,如果聘请一个人为家里的载,称之为管家,那么聘请成为一个国家的载。 那么,就是管理国家,法律文件,文字方面的一个官,那么,于啊,向,为,是,臣,贤,贤人的贤,那么,都是指辅作君,圣人,管理政务的这个帮手。 这个就是英文人,既是嘛,是鲁国的大夫嘛,那么,他就是聘请的,就是叫民子欠去做官,啊,做宰的官,啊。 那么,后来呢,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样的官就不分了,那时候是分得很轻的,项目啊,那是帮助看着啊,等等。 那,以后我们,如果有兴趣,咱们要详细解,那么,这个就是,讲解孔子论语嘛,我们就略微提一下。 那么,既然这样的话,那民子欠的反应是什么呢? 那么,他就说,善为我此言,啊,善为我此言,的善呢,就是,嗯,真的。 啊,就是,我,我,就是,想词,哎,要形容这个词,词就是退词嘛,就是,你回去告诉我,这个,老大,哎,我真的不想做,我真的退词,就说我不想做。 很坚决,这个地方,这个善呢,就是,我真正的,啊,你强调,嗯,那么,但是呢,怕又表达不清楚,那么,他就进行了解释,那么,如有佛,如就是假定,啊,我们说过嘛,嘿嘿,如就是他祭祀的时候,没有东西放在这个祖宗,啊,这个神明的祭台上,那,嗯,就放个东西,假定有, 情如也如嘛,假定有,就是,就是,就是,人拿着为有嘛,嗯,假定还有,嗯,复,再来,我,啊,就是,那,我什么,就是,再来,想,嗯,请我出山,请我去,这个,做宰的话,那么,这,物必在坟上,也必就是一定,在就是,嗯,在哪里嘛,那个,嗯, 坟土堆嘛,那,什么意思呢,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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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就死了,那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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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去死,一表示,他,擅辞,就是说,我真的不想做的,这个, 意图,那么,说明这个人呢,这个,明子倩这个人,嗯,人呢,就是对当时的官府啊,嗯,嗯,官场,这个,很失望,哎,嗯,我们也分享过,要么同流合污,嗯,要么你就被,死路一条,嘿嘿,那么,看来,这个明子倩不想同流合污,哦,也不想死路一条,那么,就是, 结身之后,哎,我不去做这个官,说明这个人呢,那,不是贤人级的,哎,那是圣人级的,因为他们明白道理嘛,那么, 这个事情呢,你看没有,跟孔子,嘿嘿,没有关系,整篇没有说,嗯,嗯,嗯,有孔子怎么说,或者孔子怎么那个的,那么, 那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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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孔子的弟子,啊,也写在这儿,估计呢,这个明子倩,嗯,也是孔子的,这个,子弟,那就,显示出, 你看没有,孔子,这个,嗯,教学呀,嗯,传递,这个文化,讲解人生的,这个,真理真相,那么, 嗯,还是,很有成果的,那么,讲名字签证,这样的人就,明白了道理,好,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,谢谢大家!